刘鸾雄报李嘉欣婚后丑闻 婚后又跟我睡三年 甜不知耻要名牌包 刘鸾雄称 他当初根本就没有给过李嘉欣那么大牌账 卢安大厦的名称是孩子留名围棋 李嘉欣生日广告宣传 乃是有些人传对了刘鸾雄的文意 求他帮助发表 便也君子成人之美 针对往事 他不屑一顾 立即在发布会上称 此人问老亲 果真就能传公价给有钱人了 刘鸾雄这句话 一是要在欺负李嘉欣在网上买广告栏 运用给许金亨施压 然后就成功上位了 虽然没有直呼其名 但李嘉欣身份证只差没爆出来 刘鸾雄在新品发布会也提到 有一个女性结婚两三年以后 也有找他要乐于皮带 裸酸包带的 这被不少网友看作是 好像也就是在暗示着对方是个李嘉欣